来月室了 对于现代女性来说 已经不再是个难以启齿的话题了 然而在古代 特别是在后宫身处 这句话可是妃嫔们最不能提的禁忌之一 一旦月室和皇帝的临性撞上一起 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在古代 黄泉是如山般压迫的时代里 妃嫔们想要避免这种尴尬时刻 只能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巧思 从汉代妃嫔在手指上佩戴的金戒指 到明清宫亭中的翻牌子 妃嫔们为了躲避皇帝的索取 而设计各种旌旗提示 这些故事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然而 当我们回顾历史 仔细品味这些故事时 我们不禁要为古代女性的悲惨命运而叹息 她们被迫隐藏本英式光明正大的生理需求 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 费尽心思 这不仅揭示了古代专职王朝 对女性的压迫 也成为我们审视历史 呵护今日女性权益的窗口 先不说戒指别再戴在手上了 精知戒指这个法子 可真是妙漫至极 公元前202年 汉高祖刘邦建立了汉朝 从此开始了400多年的汉代 这是古代妃嫔地位较高的时期 据实书记载 汉代后 公妃嫔众多 而这实在让皇帝左右为难 为了让皇帝清楚地知道 何时可以临行 妃嫔们想出了一个妙计 他们用黄金制成形状的戒指 名为金戒指 意思是禁止金漆 当妃嫔们来了月室 就戴上这个戒指 皇帝一看 就知道不能照他入宫同情了 这个方法真是太巧妙了 避免了直接揭示月室的尴尬 而且汉代皇帝也相当通情达理 当他看到妃嫔佩戴了金戒指时 自然明白了情况并改造其他妃嫔 然而好景不长 有些暧昧的妃嫔发现 这种戒指戴在手上非常美观 于是开始长期佩戴 久而久之 金戒指变成了一种普通的装饰品 原本的功能也被弱化了 不过如今作为首饰流传于民间 逐渐演变成今天我们熟知的戒指 仍然是中国女性最喜欢的事物之一 而金戒指的名称也变成了金戒指 成为万千少女爱慕的对象 与汉代相比 到了圣唐时期 社会气氛开放了许多 妃嫔的地位也大大提高 她们既受到皇帝的宠爱 又受到文人们的崇拜 许多妃嫔以自己的才华闻名 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 妃嫔们不再需要隐藏掩饰 可以直接给皇帝写信 说明自己来了月室 不能进宫同情 面对妃嫔们的坦率 唐代的英明皇帝 也能通情达理地谅解 然而 唐代妃嫔们 还发明了另一种提示月室的方式 那就是通过手镯的颜色来区分 当年轻宫女刚进宫 还未得到皇帝的宠幸时 左手带一只银手镯 一旦怀上了皇子 表示获得了皇帝的宠幸 就把银手镯移到右手 象征着喜事即将来临 而一旦月室来了 他们就把银手镯换成金手镯 这样一看 皇帝就知道 这段时间不宜照他入内 除了表示月室之外 手镯的颜色还有其他含义 比如 妃嫔们在生病或者扶桑时 会佩戴白手镯 这在《长恨歌》中有所描写 手镯的颜色和佩戴位置 成为妃嫔们无声的另类暗号 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宫 妃嫔们想出了一个更直接的方法来提示皇帝 那就是在月室来临时 在寝宫门口挂上一盏大红灯笼 高高悬挂着 红灯高高挂 这种示意方法简单粗暴 皇帝和宫女们一眼就能看出 哪家的门前挂了红灯笼 说明主人正在旌旗不能同情 由于后宫家里众多 几乎每天都有妃嫔来月室 所以红灯笼成了后宫常见的景象 这种做法非常有效 妃嫔们再也不需要担心 在月室期间被皇帝造姓的尴尬场面 人们见识了后宫妃嫔们的聪明才智 也纷纷效仿 在自己家门前也挂起了红灯笼 久而久之 红灯笼就成为一种象征 人们一看到哪家门前挂着红灯笼 就知道那家人家十足风流拍头 这种象征还被有钱人用来炫耀自己的财富 红灯笼从此成为一种炫富的时尚 可见后宫妃嫔们的聪明才智 在历史长河中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影响 唐代以后 随着社会环境再次变得保守封闭 妃嫔们的地位也逐步下降 到了明清时期 皇权已经确立 妃嫔们成了皇帝手中的玩物 他们不再有资格直接拒绝皇帝的宠幸 只能通过各种手段在月事期间隐藏自己 其中最让人唏嘘不已的 就是后宫中的翻牌子之法 明清的后宫有着众多的寝宫 每位妃嫔都有自己的功号和称呼 他们把自己的称呼合在象牙或木牌上 太监在皇帝临行前将所有妃嫔的小牌子 称上供皇帝挑选 皇帝像挑选商品一样 翻弄这些刻着妃嫔名字的小牌子 然后选中心意的幸运者 如果妃嫔在这个时候来了月事 他们只能暗示太监将自己的牌子撤下 不让皇帝看到 这样才能避免被赵姓的命运 然而总有一些妃嫔及争宠 他们会竭力讨太监的欢心 要求太监在乘上牌子时 将自己的牌子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有的妃嫔甚至不择手段操纵牌子的顺序 这更加考验了太监们的判断力 一个小小的牌子 承载了妃嫔们太多难以言说的心事 他们为了争宠而算计 为了逃避月事而手忙脚乱 深宫中的弱者被迫遵循繁文辱节 这种悲哀令人痛心 回望历史 我们不禁感叹 封建王朝对女性的压迫是多么严重 古代妃嫔们的各种花招 都是为了在月事期间保护自己 避免受到皇权的粗暴对待 而如今 我们的女性不再需要像她们那样委屈自己 我们应该感谢历代女性的努力抗争 感谢她们为我们争取到的平等机会和尊严 当我们能够坦然面对 女性每月的生理周期 当月事来了 不再是一句羞于其耻的禁忌时 当女性可以自主掌握自己的身体和生育权利 这就是历史进步的结果 最后 我们仍然需要抓住机遇 争取更多的权利 我们应该让女性的声音得到更多重视 让她们的才华得到更好挖掘 让女性在社会中 拥有真正平等的发言权和话语权 现在的社会是公平 公正的社会 不仅仅是在各个行业 以及口头上宣示平等 更应该从人的心中确立平等 正如戒指的含义 从隐藏女性难以表达的乐视 点成现在宣扬女性美丽 以及魅力的视频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极大的进步 但是仍然需要继续努力 平等并不仅仅是权益 而是去除人心中的偏见 这个偏见 不仅仅来自于男性 也来自于女性 我们都应该正视自己的内心 这个过程无疑是艰难的 毕竟几千年的固有思想 不是那么容易去除 正如那句话 破山中贼意 破心中贼难 人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愿更多的人认识到 性别不应成为区别对待他人的理由 当历史回顾时 我们不再需要复杂的乐视提示 而是能够坦荡地迎接 每一个崭新时代 平等 公正的时代 以始为静 可以知心体 以人为静 可以明得诗 点赞 评论 订阅 我们一起看历史